我們今天特別挑選的四雙跑鞋 想要來跟大家介紹五千塊以內的訓練鞋的區間 它的腳感也會有一點點稍嫌的沒那麼穩定 我可能會習慣在五分數左右的跑步的時候 會拿它來當作一雙我的訓練鞋使用 但是它給你的腳感不會相對於頂尖跑鞋差太多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人Andre 今天回到我們的跑鞋開箱 這一集很特別呢 我們是要來定位一個五千塊以內的訓練鞋的區間 那這些跑鞋呢通常在大家來講 可能都是在平常訓練當中做使用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挑選的四雙跑鞋 想要來跟大家介紹 沒錯 就是我手上的這四雙 總共有美金龍的Ruby & Flash 還有Puma的Forever Run 這雙叫做Nitro Nitro Nitro 還有這雙HOKA Clifton 9 還有最後一雙就是亞瑟斯的Nimbus 25 OK 那我們就一雙一雙來跟大家教 這幾雙鞋有什麼不一樣的特點吧 那第一雙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HOKA HOKA這個品牌相信對大家來講也是 但是在近幾年來講非常熟悉 也很多人喜歡把它拿來做平常的穿搭 就是潮流甚至是走路鞋使用 那我手上這雙Clifton 9 算是他們在家族定位當中是比較舒適型的跑鞋 它的強度不會太高 也是沒有搭載碳纖維板 所以穿起來沒有這麼暴力 那對於新手入門來講是非常適合入手的一雙跑鞋 那這雙鞋的定價是4880 那這雙鞋實際的跑感 其實我剛剛也相處一段時間 我們剛剛也在訓練當中做一些實測 在慢跑跟跑快的速度下 有不太一樣的腳感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慢跑的感覺 這雙鞋在慢跑大概六分數左右的配速 其實它的頻率會有點拉不太起來 因為它主打其實是比較舒適的大底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中底加大底是非常厚的 那實際跑起來的腳感你會覺得很Q軟 但是Q軟的情況下又不會有太多的推進感受 所以我覺得對於如果是初學者來講 它是一雙很好的緩陣型跑鞋 它可以帶給你很舒適的腳感 但又不會過度暴力 那我剛剛實際在跑慢跑的感覺呢 會感覺它的中足這邊比較有支撐住我的 就是足弓內側的感覺 那除了這個之外 前腳掌又有點比較削薄的這種狀態 所以你的腳感會像是中足以後 就是這個中足以後 腳感都是比較渾厚的 柴下去很Q軟 但到前腳掌的時候 又會感覺這個底變薄了 所以有一個不知不覺 因為物理的關係 就有點往前帶著這種慣性 但實際跑起來的腳感 在慢跑的時候就會覺得 欸 速度不快 那個滾動的感覺就會有點接不起來 所以我會覺得它在慢跑的時候 感覺會有點 一直有點鬆散 就是你會覺得它好像沒有辦法 給你一個很好的這種連帶感受 因為它的包覆性來說 也不是到非常的競技取向 因為它是比較舒適的這種設定 所以穿起來在慢跑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我覺得是舒適 但是沒有到給你很好的推進感 但是我覺得對於入門跑者來講 這算是一雙比較安全性 然後對於你的緩震效果來說 也都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我們剛才跑快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在跑快的時候 我們頻率就可以 在步頻一樣的配速下 大概可以接近在165到170的頻率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讓你跑起來的節奏感是比較輕快的 那再加上它前底 這個中底材質比較薄的關係 所以滾動效果就會自然而然 會感覺上 跟等一下要介紹的其他雙跑鞋 會來的比較不一樣 它的滾動慣性 會感覺在速度快的時候 是比較舒適 而且比較輕快的 所以我反而覺得這雙跑鞋 我自己設定 如果我要拿它來訓練的話 我可能會習慣在五分數左右的跑步的時候 會拿它來當作一雙我的訓練鞋使用 第二雙跟大家介紹的是 Puma這雙Forever Nitro 這雙鞋的定價是4580元 它的特點是它的中底是使用雙氮氣密合而成 所以跑起來是非常Q彈的 而且仔細看 它裡面這一層按起來的手感 跟外面這層中底的腳感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按起來會覺得很Q軟 實際跑起來我也覺得這雙鞋是 我們今天評測的鞋款當中 穩定性或是Q彈效果 跟實際的跑動當中 它可以帶給你的回推是最適中的 這雙鞋我自己會感覺它在慢跑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跑大概六分數的慢跑 它不會有過度塌陷的這種Q軟感受 但是它又可以帶給你一個很好的穩定效果 因為其實它的前掌這邊的寬度 我覺得是比較寬一點點的 所以跑起來的感受 你會覺得落地的穩定性是非常足夠的 但是它又可以帶給你一定的回彈程度 雖然看起來這個可凹性是很軟的 但是它這個雙層中底的關係 我覺得是腳感上很Q彈 但是又不會覺得力量不見的這種感覺 那實際上我們跑快的時候呢 這雙鞋也讓我有點驚豔 是跑快的時候 它的感受跟慢跑六分數的感覺 不會差異太大 也因為它的寬度比較寬 穩定性比較夠的關係 實際在跑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你會覺得 好像要跑快 它又節奏帶不太起來 就是太穩定了 所以我反而覺得這雙跑鞋的定位呢 非常適合推薦給就是初學者 如果你剛接觸跑步 然後你對於鞋子的選擇不太一定 然後你有想要一雙可以慢跑 可以比賽當中都做實用的這種鞋款的話 我反而覺得這雙鞋的定位是很適合 就是剛入門跑者可能 你配速都在六分數上下 偶爾跑快點到五分半的話 我覺得這雙鞋的腳感 會給你非常一致的這種感覺 那實際我們剛跑快跟跑慢的差異 我會覺得落差有點小 想要跑快的時候會覺得 它還是很穩定 就會感覺速度上有點帶不起來 所以大概 裝鞋的頻率 在六分數跟四分數的步頻 都大概在165左右 就是你會覺得想快 又有點快不起來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 它實際跑起來的腳感 真的是 我覺得四雙鞋裡面 它是穩定Q彈 然後可以給你很好的回饋性的這種跑鞋 下一雙是Jio Nimbus 25 那亞瑟這雙鞋 也是定位舒適Q彈 所給大家非常好的感覺 一雙跑鞋 那以往的Jio Nimbus 是外露的嘛 它就是把Jio Nimbus 這個亞瑟膠都塞在裡面 所以實際跑起來的感覺呢 這雙鞋我覺得是腳感上 如果你要選擇 一雙要穿一整天走路上班 到哪裡的話 我反而覺得這雙鞋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就是它的Q彈性 它的穩定效果 或是它的這個柔軟程度 都是這幾雙鞋裡面最舒適的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它的我覺得鞋面來說 第一個包覆性 可能沒有前幾雙這麼樣的禁忌 所以實際穿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速度 稍微拉快一點的時候 鞋子的穩定度會稍嫌不足 那實際的腳感呢 在穿起來的感覺 慢跑六分數左右的配速 它的腳感也會有一點點稍嫌的 沒那麼穩定 因為我覺得它Q軟的關係 所以踩下去 沒有辦法很穩定 就是踩下去就踩下去 你會覺得在腳 在鞋子裡面的腳 會有一點點往內眩或往外線 就是你會覺得 有點太Q軟了 軟到會有一點過頭 好像你要跑步的時候 會要增加一點點穩定性 在幫忙支撐踩正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 這雙鞋在慢跑的時候 很Q軟很舒適沒錯 但也因為這樣 會有點過度舒適 讓你的腳 需要更多的穩定效果 那在跑四分數左右的 這個快的配速的時候呢 也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速度快帶不太起來 因為它太Q軟的關係 你會覺得速度想帶快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稍嫌不足 但這雙鞋也是 跟前幾雙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在跑快的時候 不平意外的可以 比前幾雙來的再快一點點 再高一點 我覺得它的回彈性可能 像對於前幾雙來講 雖然腳桿 身體的感覺上 是有點陷下去太軟了 但是它不知不覺的 這種滾動的慣性 是比其他雙來的更好一點點 所以這雙鞋我覺得它的定位 我自己推薦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它 如果你是一個禮拜 可能沒有跑太多次訓練 但是你又希望有一雙跑鞋 是可以平常上班走路 甚至偶爾你想要訓練 跑步當中做實用的話 那亞瑟士的這雙GIO SNIMBER 25 我覺得就非常適合推薦給你 因為它的我覺得全面效果 就是如果你要上班到訓練都穿的話 裝鞋是一個還滿好的選擇 但比較可惜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跑速度快一點 或是你想要在訓練當中 做一些間歇訓練 我覺得它就會有一點點吃力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把它定位 在我平常可能在修賽季期間 或是今天課表訓練當中 是比較輕鬆的課表的話 我才會拿它來做使用 或是日常的走路 我覺得是很舒適的選擇 最後一雙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呢 是明知那種Wave Rebellion Flash 那這雙跑鞋跟前面三雙 雖然定價一樣 都是接近5000元的跑鞋 但是它的設定 跟前面三雙是完全不同的 剛剛前面三雙大概都是比較舒適 緩震Q彈取向 那這雙鞋呢比較像是 如果以它來說 它的最頂級版本是Rebellion Pro 就是非常高底 然後有點像斑馬形狀的 那個配色的那雙跑鞋 那種暴力鞋款的 我們講說它可能是 輕量化版本就是Light版 就是它沒有這麼暴力 它沒有這麼碳纖維的材質 但是它給你的腳感呢 不會相對於頂尖跑鞋差太多 反而是跟剛剛前面三雙跑鞋 介紹的這種腳感是很差異的 因為前面三雙都是舒適 那這雙鞋很明顯的就是 速度感、輕量化跟推進感受 都跟前面三雙是不一樣的檔次 雖然價錢一樣 那這雙跑鞋的特點呢 之前其實我們影片也有介紹 就簡單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它是搭載了這個 玻璃纖維的推進片 所以實際它跑起來的感覺 就算在慢跑的這種感受 六分數的配速情況下 步屏都比其他三雙鞋來的高 每分鐘五下到八下左右 我剛剛用慢跑的情況下 這雙鞋的步屏就大概在170 那在後面跑四分數的速度情況下 大概步屏就來到了接近175到178左右 所以其實這雙鞋的腳感 會比前面三雙來的更推進 然後節奏感更快 那實際感受啊 它就沒有辦法像前面三雙有這麼好的緩震 或是Q彈的腳感 其實這雙鞋落地是很扎實的 你會覺得踩下去就是 1比1的回彈給你 你往下踩的力量多少 它會給你回彈多少 第二個是它的腳跟的推進感受 你在每一下踩下去之後 你會覺得落地之後 腳跟很快的一直想要把你推往前推往前 這個感受也是比前面三雙還來的更明顯 那在跑速度的時候 也因為它這個鞋底的材質 跟前面三雙的設定也比較不同 它是比較競技類型的抓地力感受 比較好的鞋款 所以實際在跑速度四分數左右的配速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它的抓地力它的推進感 都會跟前面幾雙來的不太一樣 但相對來講我覺得這也是雙面刃 就是前面幾雙雖然感覺比較溫和比較舒適 但它可以跑比較長遠 但如果這雙鞋對於初階跑者來講 可能就會有一點點比較進階 然後你真的要跑比較遠的距離 你可能會在小腿的負擔上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就非常適合推薦給 如果你覺得碳纖維版的跑鞋 對你來講已經太進階 你駕馭不了的話 我覺得這雙鞋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但如果你要拿來做平常的長距離訓練 甚至是跑一些慢跑的話 這雙鞋的負擔 對於剛開始跑步的跑者來說 可能會有一點點過於推進過於暴力了 所以我自己會把它定位是 如果你剛開始接觸跑步 然後對於你來說 舒適型的跑鞋太慢 然後碳纖維的跑鞋又太快 那我覺得這次是一雙 非常適合給就是剛入門跑鞋 拿來當比賽鞋的一個選擇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四雙跑鞋 那其實以初階跑者來說 其實大家可能選擇上 像小飛馬 Nike的小飛馬其實定價還3500 但我覺得以今天介紹的這幾雙跑鞋來說 定位區間雖然比小飛馬再高一些 但以這幾雙跑鞋來說 雖然預算上可能加一點點就可以買到 但我覺得定位來講 它還是跟小飛馬有點不太一樣 雖然價差可能有1000多塊 但我覺得以現在來講 在電商平台 你要買到這些鞋款 可能3000多塊就可以買到了 但它的舒適性跟緩徵程度 跟小飛馬也是不太一樣的定位 那如果我自己推薦啦 就是如果你是剛接觸跑步的跑者 那你可能是實力沒有這麼堅強 速度沒那麼快 或是體重比較重的跑者 甚至是肌肉強度不夠強壯 可能跑久容易膝蓋痛 那我會覺得前三雙就非常推薦 適合給你們這樣 剛開始接觸跑步的這些跑者來做使用 因為它的接觸的這種程度比較清明 然後緩震性好 舒適性也高 不會跑久了就覺得不舒服 那如果你是跑一段時間 已經覺得比較舒適的跑鞋 對你來講有點太輕鬆 想要跑快 覺得鞋子對你的幫助有點少的話 那我覺得這雙Flash 就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因為它不至於到碳板鞋中的暴力 但是又可以帶給你一定的推進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也可以 供大家來做參考 大概這幾雙鞋就是介紹給大家 在沒有超過5000塊的價位區間 可以做什麼樣的選擇 希望這支影片 再介紹這雙保鞋 對大家的選鞋 會有一點點幫助 我是你的嘉楊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